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前面这边现在有三组的牌组 这边是一二三 你可以选择这边前面的三眼怪 你可以选这个挥手的三眼怪 第一组挥手三眼怪 或者第二组这个暴凶的三眼怪 还有第三组这个张开手的三眼怪 这边有三组可以选择 那如果你选好的话呢 你可以到下方的资讯栏点选时间轴 直接进入解排的环节 那大家如果选好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解排咯 谢谢大家 他都选择到第一组牌组 这个挥手三眼怪的朋友 好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在情人节的时候 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以及天使要给予你的指引 首先我觉得在第一组牌组的朋友 应该有蛮多是 比较多是处在 已经在一段 比较长久的关系当中了 那你们对这样关系 其实有时候已经有一点 可能相处太久已经固化比较多 那其实在情人节这一天 是有机会有一个突破的 或者说你们可能不是在关系当中 但你们两个之间的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觉得好像 停在这边 然后一阵子都没有往前进 那其实在情人节这天 是会有前进的讯息在里面的 而且感觉上 也有可能说你们过去 有一些没有 在 两个人在沟通上 有一些可能小小的美感 然后没有讨论好的 或者说是一些可能过去 就是觉得对方哪里 哪里跟你的想法不合 或是怎样 就是没有讨论好的 这些天 在情人节这些天都还蛮有机会 可以把这件事情 拿出来讨论 并且得到一个还不错的共识 而且他这边讲说 其实你跟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想着这个对象 你们之间的 你们之间应该算是 算是我们一般定义 大家说灵魂伴运的关系 因为这边出现一张海豚牌 然后他海豚上面 就是两只海豚 就是悠悠在海里面 然后其实你们两个 相处在一起 是非常自在的 好 那这就是在情人节当天的 剧情状况 那首先在天使的指引上面呢 第一个天使是说 在情人节的当天啊 你就 呃 不要想太多 然后去跟他 可能跟他约他出去 然后你们就好好的去庆祝 这一个节日 那他有讲说 在这个状况里面啊 可能你们过去 有时候会比较在意就是 我付出跟他的付出 有没有对等 或者说是怎么觉得 我自己付出那么多 然后都没有收到回馈等等的 但其实在情人节这一天 天使要告诉你说 其实不管你付出多少 你付出的多或付出的少 你得到的回报都是同等的 没有 没有所谓的你的 你付出就会不得不到回报这件事情 天使说没有这个的 他其实他想要提醒你的是说 你过去的付出 或者说你情人节当天 有想要给他什么东西 那这些回报都是会回来的 我们要好好去审视 自己的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时候可能 你认为你自己的付出 没有得到回报 但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 你没有去确认过 并且有很多细节 是你没有注意到的 这边是天使要提醒你说 你可以去好好的思考 并且观察一下自己的生活 然后第二个天使的指引 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你们在关系当中啊 这边感觉到的是说 可能有某一方对于过去的 某些状态 还有点小小的耿耿于怀 就是可能觉得 你们之前是没有好好的沟通 就像刚刚说的 那个过去有些小美感 是没有沟通好的 那他天使要指引你说 在这个情人节的时候 是可以很适合去 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讨论 并且好好的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让对方放心 或者让你自己也安心下来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指引的话呢 这边比较像是 给一些交往已久的朋友 他这边有一个讯息是说呢 如果你是交往比较久的 那他这边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其实你们的感情状况 已经到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情况了 那有可能你们已经讨论 要结婚 或者说是 如果是还没有在一起 那可能你们已经有讨论 是不是要在一起了 那天使要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 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且这个方向是对的 你就放手的去 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不需要担心太多 好的那天使 给予你的祝福的话呢 其实这边的讯息一直跟刚刚一样 天使的祝福是要想要告诉你说 在你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可能你觉得 一些沟通不好的地方啊 或者说是一些小小的 觉得心里在意的小事情啊 那些东西好像都潜藏在你心中已久 那你有时候可能会故意的不去看他 或者是不去讨论这些事情 但其他一直都在 并且天使想要给你的祝福是说 这个时机点真的很适合去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你们可以去挖掘对方内心的 那个潜藏的冰山 其实你一直都知道那边还有一些东西 是你还没有理清的 跟他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机点非常适合你去讨论 并且把你心中的担忧或者是想法 说出来让对方知道 然后你们可以在这个 在今年的情人节里面 让关系获得更大的改善以及月经 好那这边就是天使给予你的祝福 好那么如果选择到第一组牌族 大概我们这边讯息就是这样 如果你有想要了解更多讯息的话呢 你可以到下方的资讯来 看那边有下方有我的占卜的服务 或者说是你可以上脸书搜寻 解决研究所然后时讯小编 询问更多占卜的服务 好那第一组牌族我们就先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哈喽选择到第二组牌族的朋友 你选到的是这个暴凶的三眼怪 嗯扎眼的三眼怪 这个超可爱的 选到这一组的朋友 你们跟现在的这个对象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 不管你是在关系当中 或者是暧昧的话 你是不是其实 就是有一种你想要行动很久 可是你又不敢行动 不知道该怎么前进的感觉 他这边让我一直看到有一种状况是 其实你还蛮想要推进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可是你有一种无从下手 不知道该如何推进 那在 呃在 情人节这一天的话呢 他这边给你的讯息是说呢 其实 其实你大胆的约他出去 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有很不错的发展 而且这边还出现的是 丘比特 所以就是天使想要告诉你说 你就真的不要想那么多了 那些可能过去的担忧 不知道该怎么前进啊 不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你都有想法了啦 你只是做不出 做不 做不了那个行动或开不了口而已 然后天使要告诉你说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去做吧 就是丘比特会帮助你们的 他已经围绕在你们四周了 好 然后在天使给予的指引的部分啊 其实就是 就跟刚刚的内容是很类似的 天使是说呢 其实对于这段感情 你内心已经有很多的想法 或者说 你 嗯 比较像是你其实内心有推 推演过你该做什么 或者你可以怎么做 可是 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让你没有办法 真的把你内心的 呃 你内心里面的想法实践在 生活当中 或者是实践在跟他的相处上 你可能内心已经想过很多说 诶 我可以怎么约他 我可以怎么跟他相处 我可以跟他聊手哦 可是你迟迟不敢开口 天使要告诉你说 其实你的方向 你是拥有 你是很有智慧的 你其实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那你的 想法 他们都一直有给予你指引 让你知道说 你可以做什么 只是 你都没有行动啊 天使告诉你 赶快去行动吧 不要想这么多了 然后呢 他自己有提到说 其实你内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 呃 未来的蓝图 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蓝图 可是就是 因为真的 你过去可能有太多的负面想法 或者说是 你自己的内在的情绪 有可能说你 比较没有自信吗 或者说是 你可能是 这边我会觉得有一种 好像一直很担心 自己不值得 或者是觉得 自己的付出 是没有办法得到回报 所以其实你内心有一个 美好的蓝图 可是你也还是没有办法 去帮它实现出来 因为你打从心底 不相信这个蓝图会实现 天使要给予你的指引是说 其实他 这个蓝图 很多时候是天使给予你的一些 嗯 指示 他是要让你知道说 你是值得这样子的生活 并且你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的 所以说呢 你不要再怀疑自己了 赶快去行动吧 你所想的那些内容 其实都是天使在帮助你的 然后第三个啊 就是天使要告诉你的是说 呃 他讲到这边 可能来 你某方面来 某方面你刚刚的那种 内心的担忧 还会来自于说 你害怕你可能行动了之后 会不会面临一个新的 你无法掌控的局面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做出改变 有可能那个改变是告白啊 或者说是要 呃 可能求婚等等 就是那种推进式的改变 你没有办法做出来 因为你害怕那个 改变之后的状况 那天使告诉你说 他说你虽然在害怕这个状况 可是你不觉得内心深处 那个改变后的风景是你想要的吗 如果那是你想要的 你为什么又要害怕这个改变呢 他所有的状况都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你真的已经知道你要什么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行动 他所有的状况都要告诉你说 你就去行动吧 就是 就这样子 天使就是已经给你很多指令跟帮助了 他现在唯一要的就是你行动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在祝福的天使给予你的祝福啊 首先他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其实你内在有一个非常 呃 纯真可爱的赤子之心 可是却会因为你的 呃 前面的种种的担忧 导致你没有办法展现出来 天使要告诉你说 其实你内在真的是很 就是很可爱的 很值得被爱的 你不要再怀疑自己了 那他也告诉你说 其实你很你是很值得拥有你想要的生活的 你不需要再把自己局限住 你只要放手 然后去相信这一切 天使都已经在你身边帮助你了好吗 好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给第二组牌组朋友的讯息 那如果你还有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呢 可以到下方资讯栏看更多的占卜资讯 或者是上脸书搜寻解醒研究所 询问小编更多的占卜内容 好那第二组牌组我们就先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哈喽选择到第三组牌组的朋友 你们选择的是这个张开手欢呼的三眼怪 张开手欢呼的三眼怪 好那这边呢 看一下这个牌面 首先我这边看到的是 我就要选择到第三组牌组的朋友 你们可能 其实你们内心对于你现在想的这个对象 不管你是在交往关系 或者是暧昧关系 或者是暗恋关系都一样 就是你可能对于这个人啊 你都会表面上表现出一副就是有点 小冷淡小高冷的感觉 但其实内心可能就是想法是很澎湃的 只是你都不好意思表现出来 那我会觉得这边看得出来说 其实感觉上你问你的这个对象 他对你也是非常热情的 然后他是有想要 他感觉上还蛮想要跟你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当中 可是就是你都会有一种觉得 我要再观望一下 那我好像不要这么快的 这种再挡一下挡一下的感觉 然后但对方的心态就是觉得 我对你就是势在必得啦 你也逃不掉我的手掌心了 所以就是在你们的二月份 可能情人节的时候 你应该会感受到 如果你们有约出去 你应该感受到他对你的那种 对你展现的行动力 就是非常的火热 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感觉 然后在天使给予你的指引的部分啊 首先我看到的这边是说呢 第一个就是跟刚刚这个 哦 刚刚这是 因为这是一张猫咪 就是一个猫咪的状态 你可能都一直用这种小猫咪的 小傲娇的状态在面对这个人 那他这边其实天使的指引也是要告诉你说 你内心有很多的情感以及情绪 或者是想法想要表达 可是你会阻挡自己去表达这些东西 那 呃 你应该知道说其实你应该把那些话讲出来 可是你就会有一种 觉得这样讲话好像太多了 或者是呃太不矜持吗等等的这种想法 然后导致你有些话你也说不出口 即使你内心觉得你应该要说 天使要告诉你的说 你就是该说出口啊 没有没有这些 其实你那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设限 他要你做的是 你就好好的展现你的情感 跟你内心的情绪 对方是会因为你得到你的回馈而感到非常开心的 那在呃 第二状况里面的话 天使也是要讲说 他一直要提醒你说 其实在你的内心里面 你对于这个人是非常喜欢 而且呃是很想跟他 你其实内心是真的蛮喜欢他 然后想要跟他有下一步的发展的 你内心对他是很火热的 可是你都潜藏在自己的内心 不敢表达出来 其实跟刚刚的状态真的很像 天使就是也是再一次再次要直音 告诉你说 在情人节这一天 你就好好的放开这些自我的限制 然后跟这个人出去 并且把你想要表达的 或者是你的行动力都展现出来 不要让他再觉得你这么高人了 这样子会让别人就是有一点点 呃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一步 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这个话 就是你要给对方一些回应啦 天使都在指引你这个部分 你可能需要让对方知道说 呃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其实你跟他是抱持着一样的想法跟态度 并且你也有想要和他进入到下一段关系的 这就是天使要告诉你的 呃那在祝福的部分啊 嗯首先天使要告诉你的是说 呃我会觉得在这一组朋友里面你们可能有 大概一半左右的朋友是过去有过蛮严重的情伤吗 或者说是让你比较耿耿于怀的感情上的问题 那这些事情天使要告诉你说 诶他已经到了你的疗伤已经到了一个快要走完的阶段了 你在这一阵子的疗伤当中呢 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要淡去 那你接下来的未来是很美好 然后也是很光明的 你不要嗯不要因为过去的这些想法放弃自己 或者说是呃让自己更加的局限在你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天使要说你的未来 美好的未来就已经在眼前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 那这边的话就是天使给予你的祝福 好选择到第三组的排 呃排组的朋友你们就是真的内心有什么话 那你对于对方的这些想法就好好的展现出来吧 不要再不要再傲娇不要再跑了 好那这边就是给予第三组排组的朋友的解牌讯息 那如果你有想要了解更多的占卜资讯的话呢 可以到下方的资讯栏里面看 诶也可以上脸书搜寻解询研究所 那可以询问小编的获得更多的占卜资讯 那第三组排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